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 厄撒龙吩咐伯仁说 你们注意,看暗联喝酒唱法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杀暗联 你们就杀他,不用怕 这个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 你们只管,壮胆,奋勇 厄撒龙的伯仁就照厄撒龙所吩咐的 就向暗联做了 好了,王的众子都起来 就是各人骑着奴子逃跑 然后有马,是这么大的 奴就这么大的 雷就再小些 比奴高大 不是哦,应该是小些 比奴高大温淳,比马黑虎内奴 而且两者都长寿 是当时显客的人所爱的座骑 好,接着 王的众子都起来 各人骑着雷子逃跑 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说 厄撒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 没有一个留下 王就起来撕裂衣服 摊在地上 王的神墓都撕裂衣服 站在旁边 大卫的长兄 其实是三哥 就是士米娜的儿子 约拿达就说 主人 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 其实只有暗乱一个人死了 只同暗乱 尖獄了阿沙龙的妹 帕拉玛的那一天 阿沙龙就定义要杀暗乱 现在我主我王 不要把这件事摆在心上 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 只有暗乱一个人死了 阿沙龙就逃跑 守望的少年人 举目宽看 见有很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 约拿达对王说 看啦 王的众子都来了 果然和你的伯人所说的吻合 先说完这个话 王的众子都到了 放声大哭 王和神伯都哭得很厉害 阿沙龙就逃到姬述王 阿米弗的儿子达买那里去 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 而阿沙龙走到姬述 在那里住了三年 暗联死了之后 大卫王得到做安慰 心里面彻彻想念阿沙龙 三儿子阿沙龙是姬述王 达买的女儿 马家所生的 所以其实就回到阿公路 好 好了 洗脑亚的儿子弱压 知道王心里面是挂着阿沙龙的 打发人去提哥亚 从那里叫醒目的妇女来 就跟她说 请你假扮居桑 穿上孝衣 不要用膏来抹身 要假扮为死人很久悲哀的女人 就进去见王 对王如此说 于是 王说 那王就说 你这些话 莫非是约压的主意 那妇人就说 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 王的东西对 不偏左右 是这个约压 吩咐我的 这些话是他教我的 那王的 服人约压如此行 为了你挽回这件事 我主的智慧却如神 知者的智慧 能知世上一切事也 那王就对约压说 我说我允许你这件事 你可以去 把少年人 厄撒龙带回来 那约压就灭伏于地球拜 足借于王 又说 王既英勇博人所求 博人今天知道 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 于是 约压起身就去基属去 就把厄撒龙带回到耶路撒冷 王就说 令到他回到自己家里去 不要见我的面 阿撒龙就回到自己家里 就没有见到王的面 好了 那后来 阿撒龙就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的名字叫他玛 也是一个美女 来的 阿撒龙住在 阿撒龙住在耶路撒冷 足足有两年 没有见过王的面 阿撒龙就打发人 叫约压来 要托他去见王 那约压他不肯 第二次 打发人就叫他他也不肯 所以阿撒龙就对仆人说 你们看 约压有块田 和我的块田很近的 其中有一大麦 你放火烧他 阿撒龙的仆人 就真的跑去放火烧田了 于是约压起来 就到了阿撒龙的家里面 就问他 你的仆人为什么烧我的块田 阿撒龙就回答约压说 我打发人去请你来 等你去见王 跟我说 我为什么从基述回来呢 不如还在那里 那现在要准我去见王的面 我如果是有罪的 任凭王杀我就可以了 于是约压就去见王 将这句话就奏告给王听 而王就叫阿撒龙来 阿撒龙见到王 就在王面前面伏于地 王就跟阿撒龙亲嘴了 当时他就是58岁 大位接见阿撒龙 此后阿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 又派50人在他前面奔走 阿撒龙整天早上起床 站在城门的路旁 凡是有增重 要求王判断的阿撒龙就叫他过来 问他说 你是哪个城的人 回答就说 博人是以色列某个支派的人 阿撒龙就对他说 你的事有情有理 无奈王 无委托人听你的申诉 阿撒龙又说 幸不得我会做国内的事司 凡是有增重求审判的都来我这里 我一定会秉公办你的 若有人更前来要拜阿撒龙 阿撒龙就伸手拉住他 跟他亲嘴 以色列人里面凡是去见王 求判断的 阿撒龙都这样对他 而这样阿撒龙就暗暗 就得到以色列人的心了 满了四十年 意思是有做四年 阿撒龙就对王说 求你准我去希伯伦去 等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因为博人住在亚兰基础层的许愿 说耶和华约使我再回到耶路撒冷 我必侍奉他或者宪制 王就说 那你平平安去 阿撒龙就去希伯伦了 那去到大卫的六十二岁 阿撒龙叛变 阿撒龙打发探子走云了以色列各支派 就说 你们一听到国声就要说 阿撒龙在希伯伦作王 阿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二百人和他同去 都是诚诚实实地去 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 这边有大卫的首都 然后也有阿撒龙的畜生地 好了 继续去 阿撒龙宪制的时候打发人 去将大卫的谋士 基罗人阿希多弗 从他本城里请过来 萨沃尔记下这里说 有大卫的勇士名单 这个基罗人阿希多弗的儿子 叫以莲 大卫的警察打听那个人是谁 有人说她是他年女儿 客人乌利亚的妻 所以其实这里 你就知道有个亲属关系 这里大约十四年前 大卫占污了阿希多弗的孙 杀了她的孙女婿 如果大卫和阿希多弗原本没有的话 此举必定会大大冒犯阿希多弗的 如果大卫因此才认识阿希多弗 阿希多弗就从子成为王的趁家 就可以开始飞煌腾达 而阿希多弗如果作王 对拔士巴和其他宗旨是不利的 但是 阿希多弗如果辅助有功的话 也可以保存他们 所以就有阿希多弗的背叛动机 第一 就是被大卫冒犯 无法原谅 职愿在心 事机报复 而与阿沙龙是同一个利益 基于利益的考虑 见大卫占塞民生 气素已尽 就转头更加有潜力的阿沙龙 又年轻又有力 与卖主的犹大也很相似 所以阿希多弗也预表到将来卖主的犹大 于是 叛逆的势派就甚大 因为随从阿沙龙的子民日渐增多 有人就告诉大卫 以色列人的心已经归向了被阿沙龙 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神博 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否则都不能够躲避阿沙龙 要快快地走 恐怕他忽然来度假害于我们 用刀杀杀所有神 城里的人 王的神博对王说 我主我王所定的 仆人都愿意遵行 于是王带着全家都出去 只留下十个飞笨看守宫殿 王出去 仲民都跟随他 到了白麦哈 就住在那里 或者说是王出走 王的神博都跟随他 到了白麦哈 就是最后的房屋就停住了 而这个王的神博都在他面前过去 包括有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就是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 亦都在他面前过去 那王就对加特人以太说 你是爱邦逃过来的人 为什么跟我一起去呢 你可以回去和这个新王同住 或者回到本地去 你来的日子又不多 我今天又没有 怎么好叫你和那些一起漂流呢 没有一定是住处 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 愿耶和华用慈爱 诚实来就代你 那马太福音就说到 有一个文士就对他说 夫子你无论往哪里 我都跟你啊 那耶稣说 互里有动 天空的非鸟有窝 就是人字呢 是没有枕头的 那所以这个情况呢 也都和耶稣呢 也都相似 好了 我们先说到这里 那待会我们会继续说下去 的